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指望自己像齐白石 不易尊贵动工轻 即使是小吃威亚 也不能掉以轻心 但我们应该交给学生 难道仅仅就是这些吗 有一次答辩 我提出一个问题 我说有两类论文 你们大概再过什么 再过一个礼拜要答辩了 不不不 就是毕业班 这里有毕业班同学 这个有两类论文 大家没争议 一类是有创意无硬伤 大家肯定说这是好论文 没问题 一类是无创意有硬伤 大家肯定说这是坏论文 也没问题 但如果一篇论文 它有创意也有硬伤 问题就大了 我们的很多教授 他们的想法是 我您要无创意也无硬伤的论文 也不能有 也不要有创意 也有硬伤的论文 因为他们的想法和情不公相似 你连公的母的 黄的黑的都分不清 还谈什么马 于是 可是如果我们用伯乐的逻辑 反问一句 千里马作为千里马 这跟拼母离黄有什么关系 我们能说母千里马是千里马 公千里马就不是千里马 黄千里马是千里马 黑千里马就不是千里马吗 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很有启发 但现在的伯乐也不爱听 好 那我就再讲一段他们爱听的话 我想说的是韩非子上的一段话 他说伯乐像马 是让他最讨厌的学生 去像千里马 而让他最喜欢的学生 去像拉车的马 这是韩非子里面 韩非子没有发挥 就是录了这一段故事 道理是什么呢 因为千里马是千载难逢 指望它是单个式 而拉车的马 每天都在卖 大家更需要 我觉得这话和当代精神很合拍 因为你想如果花天价 买天马 就是上杰尔基斯买马 而且买来是用赌马的那种跑马 就是汉武帝求着天马 就是这种马 那笔钱是足够买一大批 拉车的马的 买驴更多 如今校园里有一句话 叫千里马的价钱买了一批驴 按韩非子的说法 这才叫伯乐的好学生 而且可以估计是好学生的好学生 更会买驴 所以他的文章题目叫 千里马的价钱买了一批驴 这个 他其实这个话 落到这个学校 学校里其实都一样的 就学校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 整个的这个在上者的管理和统治 其实都一样的道理 都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 规矩沉默要不要 要的 是需要规矩沉默 一点没有规矩沉默也不行的 但是完全把规矩沉默当一回事 以物易信 这个就完蛋了 这个就完蛋了 这个我们现在做的这种事情 实在是 实在是太多 实在是太多太多 现在学校管很多 现在往上次才说的 以后要调查 说这个当中 我上次说过吧 突然讲 我们要考虑考虑 下次这个当中 老师必须休息十分钟 不许上课 不许那个 这帮都是卖驴 我这个 我最近很激动 这个我不能讲 这个一讲到这些事情 我就 这个滔滔不绝 不能讲 我现在 所以我这个讲到这个 我就想起李宁这篇文章 我找出来是夹在一个书里还在 所以我一想 我现在想起一个 这帮家伙都是卖驴的 都是卖驴的 所以其实就是说 这个 尊重本性是最重要的 学校如果都搞成这个样子 开什么玩笑 以后你们出去以后 就有你们苦日子过了 如果在学校里 都把老师当机器 有的人还说 现在大学就是养鸡场 其实就把老师当机器 然后把学生当这个 老师是什么 就是喂那个的机器 到了这边 啪 一把这个什么饲料 就撒下来了 然后学生都是养鸡场的鸡 这么一样 你们这个应该是 最后的自由 最后的疯狂 这个都要剥夺 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 反正这个意思你们知道了 就庄子 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要有这个本性 约束是需要的 是要有博的 是要像 其实很简单 就是前面那句话 我觉得特别好 庄子养生族里面 那个话是什么 就是这个记 刨丁解牛是记 但是它有什么 有近乎记的东西是什么 道 近乎记的东西是道 伯乐 是有记 它是有像素 那九方高是什么的 九方高就是 看见他所愿意看见的 看不见他不愿意看见的 这个就是道 它最后拉出来的 就是这一匹千利马 真正天下之马 其实最高的那个东西 就是像天下之马 最高的境界 其实是没办法教的 没办法用这种训练的方式 规范的方式做出来的 这个是近乎道的 道总是有点超乎常规的 我们也就是说 这个怎么讲 要出于这个规矩神末之外 但是也合乎情理 基本上实际上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 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这个讲完之后 庄子其实想讲的东西 就是说要下面一段 最简短的 下面一段 它讲常性 它又提出一个常性的概念 这里有真性 常性 你们如果有幸 就把这些 它涉及到的这些正面的 肯定的那些词语 把它摘出来 摘完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它其实差不多的 性命之情 真性 常性 常然 这话都是有相关性的 都落实在这上面 它讲五义善治天下者 不然 五义善治天下者 就是说那些治理天下的人 和博乐是不一样的 明有常性 治而依更而实 是为同德 一而不党明曰天放 故治得之士 其行田田 其事颠颠 这个田田就是很慢 动作很迟缓 这个其事颠颠 颠颠也是很直 看上去很大 大桥若桌 大智若鱼的样子 当事时也 山无西岁 折无周梁 山里面没有道路 也没有隧道 折无周梁 就是这个合折之上 没有船 也没有桥 这是什么 就是完全的自然状态 完全的原生态 然后它想什么呢 这个万物群生 连祖其乡 禽兽成群 草木睡长 这个也就是万物并育的状态 植物和动物 都是自然在那生长 禽兽可寄击 而由鸟雀之巢 可攀缘而溃 你和禽兽 可以和它一起走 鸟兽之巢 可以爬上去去快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自得之事 自得之事 同与禽兽居 足与万物并 人不是说把人变成禽兽 而是都是自然的状态 但是各种不同状态的生物 它可以万物并生 在那里万物并生 物乎至君子小人哉 同乎无字 其得不离 同乎无欲 视为素朴 这里又出现 这个所谓无知无欲 这个无知无欲 我这里要强调 就是说跟前面讲的 比如说作望 你的无知无欲一样 就是把你自己的 作为人 这里是讲作为人 和万物并比的时候的那个人 作为人所个别 这个特别种属 这个人所拥有 所拥有的这种知和欲 这些东西都减损掉 减损掉之后 和它沟通起来 所以这个就叫这个素朴 素朴而明信得以 你看他讲到这个素朴 素朴是什么 素就是没有染过的 这个是没有砍过的素 就是素朴 所以这个连在一起 我想这个意思大家知道 他讲到了这个所谓 自得之士 自得之士的中心 它还是落实在 这个弱实在这个常性上 这里用的词就是 常性和素朴 常性和素朴 所以这个 他的意思还是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讲吧 就是说这个 要保持本性 要尊重这个本性 治理天下 理想的自得之士 就是各有特点 但是又能互相之间沟通 和并存的这样一个世界 片姆马蹄曲界 那马蹄 片姆已经讲过了 那么马蹄呢 这个刚开始 那么这三篇 其实我一再说 是可以联系 联在一起看的 可以合在一起来 来读他们的 那么读他们的一个 这个理由就是说 他基本上都是 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 而片姆那篇 实际上他是已经 给出了他对于社会问题 对政治 政治社会问题的一个看法 他是有一个理论 理论的一个根据的 那个根据就是 所谓的自然人性论 自然人性论 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这个才是对的 这个才是 这样的一种社会的制度 或者一种政治的建设 那才是对的 如果不是建立在这个之上 那就有问题 那么在道家 庄子来看来 儒家为什么不正当有问题 他的要点就是在那个 就是说他所谓的人意 儒家所标准的仁意 是在人的本性之外的 不是人性本来所具有的东西 那么既然是外在的东西 就会造成种种的问题 种种的问题 那么这个 基本上是两个方面 两个角度可以去理解 一个理解 我们前面都已经看到了 他因为是外在的东西 所以就很容易是 让大家去向外追求 向外追求 在那个片姆片的最后 那一段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已经是说 这个非常容易 是向外去做这种追求 不是这个 他说的所以讲 无所谓冲者 非为其闻彼也 自闻而已 无所谓明者 非为其见彼也 自见而已 就是自闻自见 所以他是要保守 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东西 而不是向外去追求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他向外的这样一个追求 其实是导致了违背 违背原来的自然的 本来的面貌 违背自然本来的面貌 所以这个是他所反对的 他所反对的 那么在建立在 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 这个社会正 庄子的社会政治观点 在这个马蹄里边 是进一步的表述 那马蹄相对于片姆来讲 更多的就是说 用清代 那个刘奋包的意见 就是说马蹄实际上 是要讲要近物之性 但是是指出人意是危害于天下 如果前一篇更多的事想 人意是危害于自己本身 人的身心的话 身心的话 那么这个马蹄片是更多的 涉及到这个社会的方面 所以他一开始 以马为批语 以马 这个伯乐 陶 这个陶公 这个匠人 木匠 做这个开篇 然后来指出 实际上这个用各种各样的 外在的约束 来约束这个 马 或者约束人 这个都是陶 不管是陶 还是这个木 还是马 都是有问题的 那首先当然 这个是从反面来讲 那危害 危害 危害性 把它先指出来 接着就指出了 他的这个所谓的 自得之事 上次提到这一段 讲到自得之事 自得之事里面 不断出现那些 核心的词 或者他正面的那些 核心的那些范畴 包括比如说 讲民有常性 民有常性 比如说他最后讲的 要树谱 要无知无欲 所有这些东西 实际上都是在讲 这个 要尊重这个原来的树谱 我之前都说过了 树是没有染过的 谱是没有被砍 砍伐过的 那么或者说 包括现在这种树 经常要嫁接 嫁接 这个枝条 那这些实际上都不是谱了 那么要保持原来的本性 这个谱树 保持原来的常性 这样才是好的 这样才是对的 那么这个里面 从这一段里面 这一段里面讲 是自得之事 讲齐心甜甜 骑士癫癫 这个甜甜癫癫 都是 甜甜是说非常的 持缓稳重 持缓稳重 这个一般来讲 人家讲老成持重 就如果动作很快 这个 我们现在讲雷厉风行 当然是好的 但在古时候来讲 不一定是件好事情 骑士癫癫 癫癫就是说 这个 基本上也是非常的 直的 有的时候看上去 就是说有点大致若鱼 这个呆呆的 定定的 所以你看有一些 这个 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看那个 王国为 这个 四十几岁 快五十岁的时候的照片 他戴了个眼镜 戴个瓜皮帽 穿个长袍 然后两个眼神 就是呆呆的 你们看过那个照片吗 那基本上就 不知道在干嘛 这个 这个我想就是这个 骑士癫癫 因为它 它完全有另外的一个 如果你这个目光 非常的敏锐 这个 四处这个扫射 说明 很关心外在的方面 它这个 骑行癫癫 骑行甜甜 骑士癫癫 当 这是 这是说人 这首先是说人 人应该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接着呢 他讲周围的环境 讲到周围的环境 就是说自然界 他讲 当其事也 山无溪碎 则无周梁 山无溪碎 则无周梁 没有溪 这个是 逃里不沿下 至沉溪的溪 就是说 没有道路 没有随道 那个 这个 河辙之上 没有船 也没有桥 周梁 那什么呢 那也是完全是 原生状态 完全的原生状态 我们现在所有的实际上都不是 你如果去 这种所谓的湿地 你去看 它都会 它都会当中架一个 架一个怎么讲 木头 做成的 这个实际上是很不好的 这个很破坏 这个 用那么多木头 你砍下那么多木头 做成一个弹道 一样的 走过去 我们觉得很有野趣 那实际上是 非常不自然 那个都不算了 就是说 真正是 无溪碎 无周梁 这样的完全自然的状态 然后呢 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人和自然环境之外 那还有这些万物 他讲万物群生 连祖其乡 禽兽成群 朝暮碎长 就是万物并育而不害 这样一种状态 这个里边是 禽兽可细击而游 鸟雀之潮可攀越而溃 这个都是说 人和这些动物 鸟兽都可以非常的和谐相处 和谐相处 然后接着下面呢 他特别讲 这个 智德之士 同与禽兽居 足与万物并 这个都是说万物的 基本上说 人 自然和万物 周遭的那些物种 在下面呢 他讲 勿乎之君子小人哉 勿乎之君子小人哉 同乎无欲 其得不离 同乎无智 其得不离 同乎无欲 事为束缚 这个呢 实际上是讲到人的 这个价值系统 一个判断 什么叫做君子小人 在庄子来讲 大家来看 这个都是有这个 都是世俗的 在特定时空之下 这种世俗的判断 这种所谓的价值 那基本上 庄子认为 这个永恒的 所谓社会的一般 永恒的价值 他是有怀疑的 他认为实际上是没有的 那么 所谓的无知 所谓的无欲 其实也都 应该都是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 这个角度去理解 因为比如说 什么是好的 我们现在战国时代 可能大家就是 要真民逐利 现在这个时代也差不多 有名有利 有事有那个就好 我是不是讲过那个 你们读过那个战 我讲过这个战国册 那个抒情的事情 你们读过吗 文学史 我讲过没有 我忘了 书情那个 你们读 读没读过书情那个故事 书情就一开始跑到秦国 这种人是没有什么特操的 就是事无特操 他没有什么特别操 他没有观念 这个纵横 纵横家是没有观念的 其实现在 现在很多人也没有观念 有观念的人 应该就是退出 觉得这个世道不对 我就应该退出 或者说这个官 不符合我的理念 我就应该辞职 现在不大有 现在我们的官都是犯了错误 这个 才把他拿掉 或者说是 号称辞职 也是被辞职的 不是真正辞职 那个 书情一开始跑到秦国去 跟秦王去游说 结果后来 上书 多次上书 秦王不理他 不理他 他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大家知道 他回到他的家乡 你们还记得 你们那段读过没有 文学史上 回到那个家乡 回到家乡 他那个家里都不理他 父母都根本不理他 那个 嫂子不给他烧饭 嫂子自己造 还在 还在织机上 这个自己做 做纺织的事情 做织布 根本不理他 不为他烧饭 然后这个他搞得很尴尬 然后他怎么办 没办法 就是说 然后他就发了一个感慨 说这个 我读书 不能够取得这些 荣华富贵 这个有什么用 这个是 就是读书要有用 这是最有用 然后他怎么样 就追刺骨 追刺骨 就是刻苦读书 琢磨那些 东西 然后就出去了 出去以后 这次他不到秦国去了 就是在关东六国 后来配六国相应 游说各国 配六国相应 变成这个 改横为重 改连横为何重 那么就最后都 融化不贵 最后我就说他回去 回去那个整个 他父母是交赢三十里 就出城来赢他 然后其他人都对他非常那个 特别是他那个嫂子 就特别 嫂子是匍匐在地 现在是匍匐在地 看到他以后是侧目而逝 那个侧目而逝 他知道 我们现在侧目而逝 是不屑 根本不理你 那时候侧目而逝 表示尊重 不敢正面看人 这个就是这样 以前这个意思都这样 什么左右 以前是上达什么 什么什么左右 就是说我不敢直接讲你的 谈谈左右而已 所以他非常侧目而逝 肃清就是说 你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前居而后宫 那个城里 为什么前居而后宫 现在这么宫敬 他嫂子讲的话就特别的直接 他说现在是因为你这个 世尊而多金 就是说你 就是有地位有钱 有钱有地位 有钱有事 用那个大白话就有钱有事 那么这个书庆就很感慨 这个故事 其实非常典型的 就是说你看一个世道好不好 是不是一个乱世 其实很重要 就是说过去 这个标准 中国传统的标准就是 这是一个什么 那时候就有个词叫 世道 世道是什么 我们世就是市场 做生意 做生意什么 就是交换 利益的交换 以世道渗透到 或者渗透到 亲情或者天伦里面 这个肯定就是一个不好的世道 这个乱世 这个我们不能讲我们现在的 所有的这个亲情和这个天伦里面都有世道 但是实际上也不少 这样的例子很多的 这个我们这个时代 我觉得从这个上面来讲 和战国并不远 差不多的 所以他讲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外在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一种追求 特别是这种 这个 这个君子小人 无知无欲 对欲和知的这种追求 庄子实际上都是否定的 在自得之势里 都没有他们的地位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当时就引了这个老子里面的一段话 老子里面的一段话 他讲不上贤 使民不争 是老子第三章 现在八十一章的那个老子的第三 第三章里面讲 不上贤 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物 使民不为道 不献可遇 使民心不乱 民心乱是什么 把那个好的东西拿出来 这个可遇 不见可遇 这个展现出来 那大家都去追求 这个难得之祸 因为难得之物 展现出来 大家都要去 都要去 都要去追求 得不到 那么怎么办 做强道 就是做大道 就是不贵难得之物 就不为道了 不上贤 使民不争 贤是贤人 树立一个榜样 树立一个榜样 然后大家就要争 都要去追求 那是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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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贤人